葛慧杰深夜发文喊话汪峰 称希望再次联系不介意离婚 难道是主动求复合的节奏 当年的汪峰还只是一个玩音乐的年轻人 他并没有太大的能起 此时的葛慧杰已经是模特界的名人了 两人交往的时候 葛慧杰刚刚18岁 正是花季少女 作为一位知名模特 葛慧杰在业内很有名 他也拿到了诸多大奖 可以说 两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确实是汪峰主动追求葛慧杰的 作为一位情斗初开的少女 葛慧杰对摇滚音乐人汪峰当然毫无抵抗力 两人交往了大半年 葛慧杰发现自己怀孕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领了结婚证 葛慧杰为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叫小苹果 此时的葛慧杰本身还是一个女孩 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经验照顾女儿 时间一久 两人难免会发生不愉快 每次回到家中 汪峰总会看到葛慧杰独自玩爽 留下女儿在一边哭泣 葛慧杰居然对他不管不问 随着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 葛慧杰和汪峰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大 结果没多久 两人就离婚了 恢复单身的汪峰 演唱事业走得越来越顺 他也成为了音乐界的知名歌手